北京时间2月15号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落下帷幕 中国选手苏一鸣一战封神 霸气夺得金牌 一时间 全球都在讨论这个年仅17岁的天才少年 是怎么做到1800度五周转体的 甚至很多外国网友表示 自己被苏一鸣惊呆了 看来苏一鸣已经彻底征服了外国友人 其实 2021年 苏一鸣就已经完成了 国内首个反角外转五周1800度 还有世界首个内转1980度抓板动作 内转1980度抓板这个动作 更被记录在吉尼斯世界记录中 话说 苏一鸣刚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 1440度基本已经是苏一鸣的难度偏滑板 随着自己不断挑战 苏一鸣不但征服了1440度 甚至1620度 1800度都不在话下 谈及这一年多挑战1800度的经历 苏一鸣说 必须对自己更有信心 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完不成 那就永远没办法了 每一次练习 苏一鸣都告诉自己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动作 不要把他想的有多难 不得不说 苏一鸣心理素质强大 他已经可以做到自己安慰自己去挑战难度 最难得的是 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爱国 苏一鸣曾经说过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站在最高峰 并且让国歌响起 之前的世界杯跟今年的冬奥会 他都做到了 未来还有很多金牌等着他去拿 这听起来并不夸张 你要知道他今年才17岁 这一天就会做到最高峰里面的冬奥会 这一天就会做到最高峰里面的冬奥会